本节目由三国志战略版冠名播出 南南南道德选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忘费舌尖 是不是好好玩 你们还等着接着下句呢 怪对不起你们的 今天用了一回东北说书的技巧 就这块木头摔在画里头摔在画外头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忘费 先摔这下 再说舌尖 这就是山海关一礼 天津北京说书的 摔在外边 忘费舌尖 东北说书的 他们搁在外头 这就是不一样的风俗和习惯 我那个评书师傅金门生先生 他老人家摔醒目是摔完之后 啪摔完了 他还得拧一个往前推一下 咱也不知道老爷子这是怎么设计的 咱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 但是我们这玩意有规矩 就是不许超过五寸 差不多都在这 什么时候您看这说书的 原来是脱坯的 现在说脱坯的没人懂 坯就是拿泥做的砖 大块的砖 他得摔 你看这先生原来是脱坯的 轻易的就不能再瞎动 要是一头一尾能使 当劲形容敲门 说话声音什么 拿嘴穴 拍桌子可以 这个不能再动 那会儿包括说相 台上有这个 一上台 张文顺就拍一下这个 他讲话这是胆 有这个 在这说相 心里就有胆了 挺好 但是现在 现在小孩们说相 也不讲这个了 好多规矩 好多道理 你跟他说才不爱听 你怎么弄 哪说理去 现在这孩子其实是 既好干就不好干 你都算是 你包括唱戏也是如此 既好干就不好干 好干就是你唱一出戏 你网上有了视频了 天南海北哪都能看见你 你要不然您说这种人家住了云南 住了那猛 住大草原 住哪 他怎么知道郭德纲今儿唱戏了呢 对不对 你过去来说他得到北京赶上来 买张票坐在那看 看完之后出门才能骂街 什么玩意儿 现在人家坐家里就能骂街了 什么玩意儿 这可以理解 这就是高科技 高科技 要不说人得相信这玩意儿呢 网络你也没看见你不能说他没有 声音你也没见过你也不能说他没有 WiFi你也没见过你也不能说他没有 所以说科学这个东西很奇妙 我有时候爱研究这个 研究完也不管用 还得好好给人说书去 好奇之心人节有之 好好说相声 好好说书 好好唱戏就得了 咱好唱戏这很难 我这个水平也都这样了 而且我这个体质也是容易让人恨 哪说理去 人家老跟网上指责我 不好唱 唱戏不好唱 为什么呢 你看包括现在 其实我后来分析过 分析过唱戏这个事儿 好多时候是由于剧目也少 观众可见的东西不多 他就觉得这有问题 因为人他有先入为主 你看比如说 咱们某位观众 你看有一个胖的哥 不管哪位 三百来斤大胖子 董大哥 不是那董大哥 那董大哥没了 他总看戏 他老做电视的看戏 他真爱 但他看过这些戏 他觉得戏就是这样 你再跟他演的不一样 你这就很难 他认为你跟我看的不一样 人都会如此 不是他不对 刻板偏见 先入为主 你比如说咱举个最简单例子 空乘计 时空产诸葛亮 诸葛亮一上场 穿八卦衣 带一个八卦筋 大伙都觉得这就是诸葛亮 按老的规矩 诸葛亮一上场 应该穿的是白蟒 戴象沙 象沙就是成像的帽子 白色的 两边有刺 穿着猛袍 戴着玉带 这个才是标准的半价 他是蜀汉丞相 他不是个老道 对不对 所以他出来之后 调兵派将 是代表着皇家 代表着蜀国 他才能那样的 但是后来到空乘计的时候 特意把这身换了 再穿上那身老道的衣服 在城楼上 我弹弹琴喝喝茶 定计 司马懿才害怕 但是你要现在哪位唱时空展的 你敢出场 穿白蟒吗 戴象沙 那大伙就骂话了你 为什么呢 我们没见过 你说讲理不讲理 对吧 你包括这个舞台上 舍太君 老太太 按规矩 舍太君得穿靴子 就是你看包工穿这个靴子 他也得穿这个靴子 那才对 他现在基本上都不穿靴子 都穿那个富子铝 什么的 穿个老太太的鞋 大伙看惯了 这也挺好 你真来一舍太君穿靴子上 你对 你对也不对 因为我没看过 你看这玩意不讲理 因为跟你看的那段视频不一样 你就觉得这有问题 圆门斩子 这个杨六郎按规矩 得换好几回衣服 见着八王咱俩聊这事的时候 要戴驸马套子 驸马套子看陈世美了吗 戴驸马套子穿红蟒 完全的半价跟陈世美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俩之间是大舅子的关系 八王他妹妹许配给杨六郎了吗 所以咱俩聊天 身份变了 我是你妹夫 咱俩你看 我这半价是这样的 见老太太呢 带帅盔穿蟒 我是办正事 娘啊 您别跟我搅和 他换好几回衣服 每一场一换不一样 为什么后来不换呢 咱们有一个京剧名家 老前辈 清朝那会的刘洪生刘先生 唱这出戏唱的最好 腿脚不利索 后台来回换医生麻烦 他就不换了 就这一身到底了 所以现在谁要是换谁不对 你说你这玩不讲理了吗 你包括唱包工 现在一说包工 你看比如咱们大师 邱盛容先生 大黑脸 月牙 白梅子 就这状态 电影也是 你看舞台上的录像都是 但你要说到民国那会 那不一样 老包那个形式多种多样 你到了南方都是老生 唱包工 小月牙戳红嘴瓣 带改良的舞柳 风格不一样 那会儿观众他天天看 他就知道他也能接受 你这些没见过 他就觉得难受 我们有一哥们 哥们他爸爸北京老戏迷 那年头头一回看这京剧阴配像 周信芳先生的包工 小王贵清先生给配的像 就完全按着海派这包工来着 我们这哥们他爸爸看完这个气坏了 真气坏了 骂得皆跟我说这事 其实没有别的 就是跟他印象中的包工不一样 他觉得只有那个是包工 你这个不是 你这就要命了 对吧 你这样的话 这个道是越走越窄 所以希望我们的艺术还是应该百花齐放 你老那样 挂得养王八越养越抽抽的 就没有意义了 包括说书也是如此 我们小时候说书 那个老先生多了去了 老头老太上 你跟他聊天 你听他说话就长知识 现在你怎么弄 现在我这儿都快算老先生 还讲理不讲理了 是不是 我也只能跟你们各位跟这聊会儿闲天 好在你们跟我不上令 我说什么你们都迷信 这也不是事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不能聊了 这期快到点了 老这么聊那个 对不起 人家给那个钱 我是很在乎人家平台的态度的 他们也提意见 那好 你们更重要 上回书咱说了哪儿了 开心不开心 开心 你们快拉刀吧 接眼三国 董卓算是死了 大封群臣 现在封这个吕布 现在咱们得称呼人家是吕温侯 他这手拿着方天画戟 这手拿着假戒 站在金垫上 身材是挺够 但姿势有点滑稽 挺高兴 还个封呗 封了这个 封了那个 都封完了之后 涉及到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 董卓这些个兵怎么办 二十万 西凉的大兵 这怎么办 皇上是没有主意 听王大爷的 王云 这孩子这样好 有一上岁就听人家的 之前是董大爷说了算 现在是王大爷 王大爷您看 王司徒想了又想 我很希望他能多想一会 但是他没有想的很多 咬着牙说 就地遣散 就这四个字 断送了 大汉江山 所以说好多事都发生过之后 您要回头看 你才能知道 这个事情失败在什么地方 就这四个字 就地遣散 就是国家不养着你们了 不管你如何如何 现在你们可以了 各位你们over了 这些人首先说他是有能力的 打西凉带来的 现在说就是甘肃那边 那都是经过训练的跟特种兵似的 二十万人 跟着董卓进京 到了洛阳 死人盾里闯出来的 这一趟得打多少仗 包括到最后火烧洛阳城也是他们 董卓很爱惜自己这些兵 没有什么军纪 就是你们开心就好 所以这二十万人烧杀抢掠 无所不为 手里面人命纳油的是 走之前你想董卓把皇陵抛了 他们把老百姓分都抛了 没有人性 王云想的是这帮人品行不端 留他们是个问题 国家还得花钱养着 不能要 但是你没想到后患无穷啊 这些位一路打甘肃到洛阳 打洛阳到长安 先写了一段时间河南话 讲的挺好 这又学陕西话 已经掌握了两种方言了 见了多少美丽的大姐姐 刨了多少坟 得了多少金银财宝了 现在你告诉他们脱下军装 放下武器 掏出金银回家种地 他能愿意吗 仨俩的不要紧的 三个人五个人不同意 不同意 杀了就完了 二十万人那可了不得了 但是这会朝里边王允说了算 皇上也听 皇上哪有什么主意啊 皇上现在就是我这一日三餐能保证就行了 到时候有人给我洗衣装 晚上睡觉有人给我夜被子 我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的你们开心就好 所以这二十万兵就地遣散 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这刚处理完 有人来给王允送信 说您看看这个吧 王司徒接在手里看了看 看完乐乐 谁写来的信呢 四个人连名写来的信 李觉郭四 张继凡仇 这四个人是谁 是董卓的四大金刚 之前指挥西梁 二十万大兵 他们四个人跟着一块 进京是他们一块 洛阳也是他们 到长安也是他们 这四个人除了吕布之外 那就是董卓的新夫人 这四位 四个人连名写了一封信 什么信呢 求饶信 东太师死了 我们四个人现在一心向善 以前不管是我们错了也罢 如何如何 我们改了 求朝廷给我们一条活路 求王司徒饶过我们 就这么简单 看完了给皇上 皇上看完了 又给王司徒 你看着办 他有什么主意 王司徒看过 天下皆可舍 此四人 不舍 天下谁犯了错误都行 你们四个人不行 求饶也不行 怎么也不行 这就是个问题 这就只能说明王允在政治上 还是有些薄弱 考虑的不周到 他是觉得这四个人原来带着这些个 竟该坏事 我就不能饶他们 那你得有办法 你就告诉我 不行 你们必须得去死 这哪行 这个玩意 万事留一线 江湖好相见 你把道堵死了 而且你不给人留活路不行 步步相逼 比如说我这吃饭了 看您吃好的 我们凑合喝口粥 你非得过来 我这粥锅里抓把沙子 对不对 你也端不走 我这喝不了 能不恨你吗 我这倒了重新弄 又熬一锅粥 你过来逛一脚 把锅给我踹碎了 那就别熬粥了 我买着吃吧 你追过来 把我钱抢过来 全撕了 那我要饭去吧 然后你出来 谁敢给我饭就打谁 你要这么逼我 那我就得弄死你 你不给我活路走 你也别我活路了 所以今天 王司徒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四个人 绝不可舍 不光不可舍 逮着之后还得杀 人家 各四个都准备好了 我们洗白白擦香香 一叫我们去 我们进门就磕头 我有罪 我忏悔 我流泪 我改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 词都准备好了 来信了 别费那劲了 快起来吧 等着死吧 哎呀 不给刀走啊 他这么击对咱们 咱们这边怎么办呢 这四个人坐在这 直坐下话子 你有主意吗 我有什么主意啊 你说咱怎么办 咱跑吧 咱跑咱能干什么 咱找地说笑 你别闹了 他哪说笑 你连大褂都没有 我有不邪 不邪管什么用 我是说点形容词 改善一下紧张的气氛 四个人很气氛 商量来商量去 说得了 别费劲了 别等他来人 对吧 人家说了 不饶咱们 不饶咱们就跑吧 归着归着 这些年连夺带抢呢 咱们也不少钱了 收拾收拾 咱化好妆吧 我装个老太太 你装个老大爷 咱们捞两口子 好不好 咱跑 你们俩 你们俩是一对 我们俩一对 四个人跟这 瞎出足位 到最后就是 没有办法 咱们必须要跑 不跑活不了 就在这 来一人 刚才这歌四个开会 他一直跟那坐着 乐乐都不行了 看他四个人 一看这四个人商量完了 真要跑了 这周站起来了 列位 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还能笑得这么潇洒 这不是个一般的人 站起来了 诸位 诸位要是此时逃跑的话 则一庭长 可赴军儿 什么意思 你们四个人 把军队扔下 打算跑 这会儿来一村长 就给你们捆扔 这是他的原话 这个人的出现 改变了大汉江山的走向 你看三国 这么些个人物 你不管是刘关璋 诸葛亮 庞统 这么多了不起的人 你说曹操 还是孙权 你从我们的角度看 各种各样的毛病 很多时候我们都替他惋惜 你要不这样 你得多好 糊涂 你怎么能这样 这些人 我们都能说出这种话 哪怕诸葛亮 我也能说 这招诸葛亮出的不好 但是唯独这位 从我的角度出发 我挑不出他毛病来 我把三国翻烂了 我挑不出他的毛病来 他是三国最聪明的人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 他也跟过好多人 你看现在他跟这个 这哥四个 四大金刚在一块 后来他也跟过张秀 他也保过曹操 他后来跟着曹操的儿子曹丕 没有一个人 拿他当外人 跟谁 谁都拿他当亲人 当心腹 当手足 而且整个三国 他出的主意 没有不赢的时候 他说什么全对 他给你出一主意 无论多大多小 你只要听他的 准赢 没有这么聪明 曹操多奸诈 曹操都夸他 曹操曾经说过句话 说我有这么好的名誉 都是由于你在外边夸的我 那么大曹操信服他 整个三国战乱纷纷 没有谁说家里边没有出事 父母老家 接风邻居 亲戚孩子 死了 伤了 那很正常 你战争年代 唯独这个人 他家里边连亲戚再朋友 一个受伤了都没有 跟说死没有 而且他都是托付仇人替他照顾 我就算准了 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托付仇人对手 照顾我一家老小 从头到尾 没有毛病 不得了啊 包括到最后他死了之后 跟这个魏文帝配祥 魏文帝是曹丕啊 曹丕当皇上了 曹丕死了之后 得有这么一个庙啊 一个太庙啊 供着皇上 什么叫配祥 这是皇上的牌位在这儿 你作为大臣 你死了 你那个牌位跟皇上挨着一块 这叫配祥 那得是功高盖世啊 得是皇家多信任你啊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你诸葛亮你这么厉害 那么厉害 到最后人家蜀汉高层 对他是有忌惮 是觉得你有问题 这种没有光辉的一生 聪明之机 先不说这人是谁了 那好吧 我人最大特点就是听人劝 这人姓贾 叫贾许 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 你看说谁谁 您各位 哦 是他 但是说出贾许来 好多人就愣了一下 哎 说这人这么聪明 这么大能力 怎么知名度不够呢 他就是因为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忠臣 他一直保着一个人下去 你们觉得 哎 这人挺好 他就是逮谁跟谁 才让你们觉得 真这样呢 但是在那个战乱的时代 凭什么保谁就准对啊 对不对 我们得跳出三国看三国呀 是不是啊 贾许 贾许 打刚才就看这哥四个 又要说相声吧 又要化妆老太太吧 啊 这完事人家说 哎 四位 坐上 歇会 这个 不是我劝你们啊 你们要跑是吧 军队扔下你们就跑了 好啊 你们要一走 来一村长子就给你们捆上 哎 一根绳子给你们四个捆好了 跟一辫子算似的 这就是我说的啊 贾许哪有这个思维 就给你们交出去了 必死无疑啊 哦 哥四个啊 贾先生 贾先生可不是贾大夫 知道吗 贾大夫会扎针 贾先生 即将安出啊 即将安出 您别光数了我们呀 给我们四个骂得跟臭贼似的 你得出主意呀 怎么办呢 恰许乐的 咱们都是 梁州人 吕布 王允 是病州人 明白了吗 哦 什么意思 四个废物点一下 贾先生说行了 甭费那劲了 这个活还得我干 转天 贾许就开始操作 首先散布谣言 这风一传就传出去了 说你们都听说了吗 王允啊 要把西梁人刀刀斩尽 各个杀绝 你要说别的哈 他们可能未必爱听 过马路走人行道 不要随地图谈 你说这么用 你说这种闲话 哪怕是瞎话 大伙爱听 多数人呢 有走了的 但剩下的就在长安城附近 连城里在城外 还有十几万人 这个消息是大家最想得到的 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 王允要动手了 要对我们西梁人动手 怎么办 人都是自私的 现在考虑我得活下来 你看我这些年 我刨坟掘墓 抢老百姓 我存那么些钱了 我不能白扔了 对吧 大伙都着急 这个风传的差不多了 四大金刚来消息了 李觉国四 说已经这样了 有人愿意跟着我反吗 就等你这句话 得有个领头的 你说队伍里边炒菜的王大也说了 谁跟我反 没人搭了你 对吧 这四位说管用 第一 原来我们就是你的兵 只不过你上面有一个董太师 董太师死了 那也是原来我们的带头人 跟着他这是没问题的 何况我们现在上天无路路地无门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朝里边要杀我们 那别等你撒我 烦了吧 就这一页 十几万大兵就聚起来 你看这玩意 这就是王司徒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了 十几万人聚齐了 人家这四大金刚 一研究这事 好 把这十几万人 咱分成四路人马 咱一家带着点 兵分四路 打他长安城 那有什么不行的 对吧 我们打西梁过来 打洛阳也是我们 牵的阵也是我们 让我们走门也没有 对吧 打长安 四路人马兵发长安 说起来这四路人马里边 李爵运气差点 他在长安城以外 碰见吕布了 老朋友 老李不敢打老吕 为什么 打不哭 跑吧 带着自己的队伍 兵退五十里 先退五十里 这是怎么办 但是人哥几个坐会儿一伤了没事 派几个人去诱惑一下 给他引出来 远远的让他上那边去 那好的 这烦特别灵 派一个小谷的部队出去 跟吕布一碰面 哎呀救命啊 人跑了 吕布叫追 就这么听话 他走了呢 长安城就那样了呗 四路人马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来 开始吧 攻打长安城 长安城四门紧闭 皇上问了王大爷怎么办 王大爷说 他在实施的 哎 别理他 关着门 只要不开门 他进不来 你我不会给他开门 你可忘了呀 长安城里还有大批的西凉兵呢 你跟他是外人 人家跟城外不是亲人呢 哎呀 自己的人来了 开门吧 城门大开 四路人马哗啦一下子 冲进了长安 四大金刚传下将令 咱们在洛阳怎么着 咱们在长安就怎么着 十万大军血洗长安 好 好 王云 老贼呀 董卓有罪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 微博综艺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好 悶 感谢独家